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 第一 最上无等 故号无上师 无上师是回归自信 他不在六道里面继续轮转了 那既然他不会再轮回 他可不可以再来到六道里面呢 可以的 有缘他就来 没有缘呢 他就不来 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知道 他走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晓得 有时候知道 有时候不知道 像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来到印度 实现佛声大家都看到 都听到了 但是佛有时候 还有其他的身像 来到我们这个世间 度我们 我们晓不晓得 他是释迦牟尼佛呢 他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完全看缘分了 就好像是师父上人的老师的太太 这个周邦道老先生的夫人 他就在家里面遇到了地藏菩萨 那地藏菩萨又没有跟他说他是地藏菩萨 献一个比丘香到他家来化园五金香油 老菩萨当时没有给他 后来才知道 哎呀那是九华山地藏菩萨 到他家里面来 你看他们在一起交谈时间也不长啊 可能不到半个小时吧 这个化身的时间很短 所以我们要明白 佛菩萨常常来到世间世间 只是凡夫肉眼不认识 下面是引诱 大制度论上说法 涅槃法无上 佛自知是涅槃 不从他闻 一将导众生 宁致涅槃 如诸法中涅槃无上 众生中佛亦无上 涅槃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 我们把这个涅槃 用本经的经体里面的五个字来解释 大家比较好懂 什么是涅槃呢 就是清净平等 绝 佛心清净毫无杂染 佛心平等没有高下 佛心觉悟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其目的就是希望恢复自己的本能 什么时候才真正恢复自己本能呢 把自己的妄想分别制住 全都放下了 你的本能自然就恢复过来了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帮助我们大家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了 相比较而言 八万四千法门跟净土法门相比 哪一个修起来更加快 更加容易呢 更加方便呢 您可以比较一下吗 比较之后我们还是发现了 念阿弥陀佛断烦恼断习气 更加容易呀 念阿弥陀佛呢 能够快速的使我们心恢复到清净平等去 在这里大制度论有提到 佛自知是涅槃 他入这个境界 不从他闻 这不是别人教的 是自己本有的 以将导众生宁治涅槃 这是佛法大慈悲心 要帮助众生回头是安 所以我们听了佛法之后 读了佛经之后呢 能信能解能行能证 将来就怎么样呢 治涅槃 也就是回归到清净 回归到平等 回归到觉悟 如诸法中涅槃无上 众生中佛亦无上 因为这样子 所以称佛是无上士 下面还有 复诸 持戒 禅定 智慧 教化众生 一切无有余等辙 何况能过 过云无 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重视它 为什么 戒 定 慧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学的三大纲领 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学呢 也不离开戒定慧 所谓的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这一个次第不可以列等 这一个修行的道路 一切诸佛都在共同沿着它而成就 所以我们如果学习佛法 不重视戒 那不是真正在学佛 不重视戒律 怎么可能心定得下来 不持戒 它心静不下来 心静不下来 它当然不能够开悟 可惜的是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象 在家人疏忽了三规五戒十三 出家人疏忽了三密绿一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 心里面烦恼还是非常非常多 自己的定功压不住 烦恼稀奇 怎么办呢 赶紧补课 要把这个规矩再找回来 一定要把弟子规 太上感一篇 佛说十三一道经 沙米律要略争助 认真的学好 把这四个根打扎实 把它们做到 我们才能够真正成就自己的定 成就自己的智慧